小鹿问问成语记 第六集 一页账目 森林里 小鹿问问和小猪咸献 在玩捉迷藏的游戏 我先藏 你来找我吧 嗯 好的 小鹿问问回头数数时 小猪咸献信心满满地跑进森林 小猪咸献 你藏好了没有啊 我要开始找了 数够时间的小鹿问问走进了森林 没走多远 小鹿问问就看到小猪咸献 站在一棵大树旁一动不动 手里还拿着一片树叶 挡在眼睛上 小猪咸献 你站在这儿干嘛 为什么不藏好 这么容易就找到你了 小猪咸献拿开树叶 吃惊地挠挠头 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我了 我明明用树叶挡住了眼睛 什么都看不到了 你好厉害啊 小鹿问问这下才明白 哦 原来你是犯了一页账目的错误了 一页账目 五十后有个穷秀菜 他看书中写道 螳螂在捕蝉的时候 用树叶隐藏身体 这样别人就看不到自己了 于是 穷秀菜也找来很多树叶 在家里做试验 他不停地问妻子 你看看 我用树叶挡住自己 你还能看到我吗 妻子不耐烦了 随口应付说 唉 好了好了 看不到了 秀菜信以为真 拿着树叶挡在眼前 来到集市上 随便拿走别人的东西 结果被抓去官府 定了罪 小猪闲闲不等小鹿问问讲完 就扔掉了手中的树叶 我记住这个教训了 一页账目只是骗自己 来来 我们重新来玩游戏吧 好嘞 小小的夜死着 遮住了我的眼 我看不见你 你也看不见我 如果我真的隐身了怎么办 你是不是就不能跟我一起玩 小小的夜死着 我看不见你 我看不见你 我却看得见你 一页掌目只能骗自己 扔掉那叶子 我们正心做朋友 扔掉那叶子 我们正心做朋友 你一直在吃 我常常用的 天心做朋友 本尼